你今天最好把话跟姑娘说清楚 好吧 女生也不要背那么重的包袱 但是我也知道 你要是能想到明白 你就不来了 对不对 对 其实事儿 道理你都懂 但就是到真做的时候 咱们就说不出分手 就想拽着它 我这三年的青春 谁对我负责 是这想法吧 对 听听老师怎么帮她吧 来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谢谢二位给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觉得女孩在哭诉 在动情地掉眼泪的过程中 我脑子里一直在回响一首歌 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我觉得女孩刚才说了一句 打到我心里的话 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你现在的所有的痛苦的源泉 是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分别地清楚 爱跟喜欢跟习惯之间的区别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你现在所有的不放手 都来自于不甘心 但是不甘心 那个不是爱情的基础 爱情最重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个人认为爱情最重要的 尤其是像你这么重感情的性格 爱情对你来说 最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成长 并且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男孩 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我们的天性 我喜欢他 我就要告诉他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不喜欢他 内心对他没有爱 也不要用习惯去捆绑自己 不喜欢不爱了就说出来 解脱的其实是你自己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当机立断 因为你们年纪太小了 所有的眼泪都是正常的 但是在哭过 笑过 爱过 痛过之后 静下来一个人想一想 我成长了什么 我收获了什么 这个是你们这个年龄段 最最重要的事情 好吗 加油啊 加油